恭喜恭喜,今天是大年初八 水音在祝大家,吉祥而易,露露法 看过我们生活调查团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是通过实验科普的形式 去令大家了解一些知识的误区 从而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 所以提到误区了,就令到我想起 妈妈那辈流传下来的异形补形 例如红糖水可以缓解痛经 饮骨头汤可以补丐 吃牛鞭可以撞羊等等 那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理还是误区呢 接下来你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调查员嘉嘉 实验一,骨头汤里面有没有钙 首先准备了两斤的猪骨头 接着有三条红白 还有柿子和姜就有点滴味的 我们现在首先将这个猪骨倒下去 想要知道骨头汤里面究竟有没有钙 当然是要煮一碗汤才行 调查员准备了一公斤的新鲜大骨 搭配最常见的葱、姜、胡萝卜等的汤料 加入水放入沙煲那里开始蒸煮慢凳 平时怎样煮汤的,今次就预点煮它 看看这煲汤里面究竟有没有钙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试纸是专门测试钙的 如果说在这煲猪骨头汤里面含有钙的话 待会放一个试纸进去碰一碰 这个黄色的区域就会变成白色 现在这煲猪骨头汤已经煮了半个小时了 我们打开过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哇,很香啊 可以看到煲了半个小时的猪骨汤 除了散发着浓浓的猪骨味之外 汤色已经变成了比较深和浓稠的颜色 感觉上骨髓好像进入了汤里 但是不知道汤到底是否含不含 所以我先舀一小盒进碗里 好,接着再来测试一下这个试纸 经测试之后,发现测试并没有变色 也就是说煲了半个小时的骨头汤 依然没有钙 那是否煲的时间不够长呢 那我们现在再来煲多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就有时间的结果 好,煲了一小时的骨头汤 我们发现当中的红萝卜已经硬碎了 煲得非常软 而且汤色也变得比刚才更加深了 不知道当中的骨头汤会不会含有钙呢 我们还是拌一点出来,再刷一下吧 同样是拿这个测钙的试纸 放进去看看 结果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原来煲了一个小时的骨头汤 依然也不能有钙的存在 那这次我们狠心点了 再加一个小时,即是煲够两个小时 看看两个小时之后 骨头汤当中可不可以煲出一些钙呢 一个小时之后 嘉嘉进行了第三次的测试 依然是测不到钙的存在 去到第七次了 调查员都是失望而归 俗话说事不过三 但测试已经进行了第九次了 这次总算可以测到钙了吧 谁知都是没有 第十次了,还是没有 第十二次都是没有 难道这个骨头汤里面是一点钙都不存在的 调查员不死心 反复不断地测试之下 终于看到试纸是泛出微微的黄色 而这个时候,这锅汤已经煮了足够四个小时 调查员在进行第十四次测试的时候 钙成分才生生来似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试纸 就是刚才测试骨头汤的 而这张是新速速的 这样两者放在一起对比 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结果了 明显地这边有变淡了一点 大家看到吗? 也证明我们刚才煮的骨头汤里面 是含有钙的 不过我们那锅骨头汤煮了四个小时 所以说那些钙是很难煮出来的 专家自出 虽然骨头里面含有大量的钙 但主要是以经轮灰色的结晶存在 而钙是不溶于水的 而骨头当中 虽然还是含有微量的非结晶态骨炎 但其中主要的氧酸钙 柠檬酸钙、碳酸钙都是难溶于水 而我们一般煮汤的方式 其实很难将其中的钙炎溶解 所以这就是为何探人要把骨头煮这么长时间 才在汤里面测过钙的原因 实验二 一碗骨头汤有多少钙 先前我们就确认了 这个骨头汤当中是真的有钙的 脂盆是有多少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如果说数量比较少的话 喝了都等于白饮了 怎样可以达到补钙的效果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带着它 来到了某高校的专业检测室 进行一下检测 看看当中到底有多少钙 从今次的检测数据显示 每100克的猪骨头汤当中 含有2.4毫克的确量 只不过2.4毫克是高还是低呢 我想到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小实验 看看传说当中的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 它们的钙又有多少 再跟我们的骨头汤作对比 那就可以知道猪骨头汤的2.4毫克 是多还是少了 不过家伙朋友 你们又认为什么食物是比较高钙的呢 我一般都是喝牛奶因为比较经济 豆浆吧 芹菜和虾皮 虾皮 豆浆吧 但是芹菜好像还能瘦腿 芹菜我觉得都这么说都能补 豆浆吧 豆奶 虾皮吧 牛奶吧我觉得 我也觉得牛奶 牛奶可以 然后还有芹菜 调查员同时收集了大家平时听得最多的补钙食物 分别有虾皮 牛奶 豆浆 芹菜 看看这些所谓的高钙食品到底有多少 而骨头汤又会位居钙含量排行房的第几位呢 而骨头汤可以补钙的这个神话 会不会破灭呢 马上进入检测时间 传说当中的几款高钙食品的盖含量检测报告已经在我手上了 现在就和大家一一分析一下 首先呢 鹏榜第一名竟然是虾皮 它的盖含量有成2089毫克每100克 第二名呢 就是芹菜 有141毫克每100克 而第三名呢 就是牛奶 不少说的 有101毫克每100克 而最差的呢 就是豆浆了 有8毫克每100克 之仅仅我们之前检测过骨头汤呢 它的数值是2.4毫克每100克 那换言之 也就是说这个骨头汤的盖含量是最低最低的 那就是说它破灭了我们的补钙神话 既然都是拿来喝的 我们还额外做了自来水的盖含量测试 结果显示自来水的盖含量 是每100克是1.3毫克的 而骨头汤的盖含量 只是比自来水高出那么小小的1.1毫克 如果是从补钙的角度来看 饮骨头汤和喝水喉水的区别是不大的 用了五个钟头的时间呢 煮出一锅浓浓的老火灵汤 含钙量却是寥寥无几 看来这个只能够是煲汤人对于家人的一番好意 喝下去就暖心暖肺 但喝骨头汤可以补钙的这个念头呢 我们就暂且把一边先 这个时候又令到我忍不住想起以前我小小的时候 不时见到妈妈常煮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给爹地吃 那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 听说这些东西叫做牛鞭 那牛鞭又可以补些什么呢 又没有作用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请我们的志愿者温先生来亲身实践一下 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在温先生想买你平时好吃的一些撞羊功效的东西 我应该没有这个需要是吗 不是吧 真的 那今天我们就立刻请你来测试一下这个牛鞭 到底看看有没有撞羊功效好吗 你想怎么测试啊 老实话不是害怕 温先生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想知道牛鞭到底有没有撞羊功效 我们只需要找个正规医院 帮你做一个精子活力检测 那就可以了 因为专家告诉我们 精子活力作为精液质量的其中一项指标 是通过检查就可以得知 所谓的阳气到底够不够 生药能力正常有活力的精子 应该70%以上的 如果有活力的精子是低于50% 就值为以上的 那我们将会请医生方志愿者进行牛鞭食疗前后 分别检查一次对比数据 直接用数字告诉大家 但是牛鞭的壮阳功效到底是怎样 这个洞就是精子 精虫 老百姓说的精虫 他这个精液的检查 你不是特别的好 你看这个精子 原地不动在那涌动 不是往前走 这个精子你在那打转 那最好的精子是什么样 你是走直线的 你看我们找一个这个就比较好 走直线很快就走出了视野 这种就是走直线的 这个就不好 这个是打转圆地转 就像人喝最久的一样 还有那就是精子的形态 你看这个精子的形态头比较长 不是很圆的 很正常的一个形态的精子 这个就是一个畸形的精子 整体它的活力和密度都不是特别好 你看这些不动的都是使劲 而且它走直线的并不是太多 直线的就是A级 A级的正常情况下 是要交出达到25% 就是它有100个精子里面 有25个是走直线的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挑起来就比较难挑 大部分都是或者原地不动 或者是转连 虽然从检测结果可以得知 志愿者的精子活力 并未达到最佳状态 但医生都表示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现在男性的工作压力 越来越大 而且在高温、辐射等环境下 长期工作 再加上烟、手等外界因素 其实普遍成年男性的精子活力 都由待提高的 那牛边对我们的志愿者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我们一个月之后再来看看 在志愿者做了一次 精子活力检查之后 就可以开始牛边食料了 牛边含有红激素 蛋白质、脂肪等成分 这些成分一直被中医认为 具有壮阳保湿功效 因此牛边是很多中国人眼中 尚好的男性补品 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汤味的味道 什么呀 很好 很清纯 很有牛边的味道 如果你持续吃这个汤的话 能持续一个月 一个星期大概在两个三次 持续一个月的话 导致效果更明显一点 本草干目都有记载 牛边主持男人杨伟、祖舌、保慎壮阳、 顾本盘元 在清宫的满汉全职 牛边更加被列为第12道菜鸥 为了形成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志愿者将他听从老板的建议 每个星期食用牛边汤两到三次 期间其他饮食习惯保持不变 一个月之后 再来看看它的精致活力到底有没有 吃了一个月的牛边 到底壮阳效果是怎样呢 咦 我们看到的志愿者似乎很有精神 跟一个月之前完全不同 看来我们的志愿者真是对一个月的牛边食疗很有信心 但是它的精致活力到底有没有被一个月之前 有显著提升 我们都是再进行一次评测看看 第一种我想问一下这次的检验结果是怎样呢 这次检验结果和一个月前的那个化验结果基本上相似 没有很大的变化 它的活动活率啊密度啊 还有那些A级B级的这个含量差不多 真正这个人如果精致有问题 比如说扫精弱精 有这种情况的话 单单靠食物来弥补或者是改善或者是治疗 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你说这些食物嘛 牛边也好 什么中共的生物系也好啊 就是说作为一个辅助的食品来帮助它这个药物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啊 这个倒有可能 你说单单的用这种食品来改善可能达不到好的效果 那么如果真正是有问题的话 还是要用一些专业的药物才能真正的治疗和改善 因为我们把这性功能障碍基本分为功能性气质性 还有一个叫混合性就两指头兼有 那功能性我们一般理解就是心理作用 用老百姓话用心理作用 身体并没有什么事那就是功能性 然后那个气质性就确实身体有问题的 它是涉及到血压问题啊 内分泌啊 一些那个神经问题啊 中老年人他气质性的多一些 然后那个青少年相对功能性少一些 就中老年人的气质性的病变找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原因比较多一些 从总体来讲我们要具体分析 还有这个是吃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补 那一般来讲如果是功能性的就心理暗示了 那我们吃这些一些动物一些所谓补剩的一些食料来讲 那如果他心情舒畅了 觉得阴阳好了 吃了也能睡着了 那这样对他的暗示可能会强过他要效 通过两次检查我们发现 使用牛鞭对精子活力低下 也就是患有药精症的男性来讲 状容作用是几乎没有的 使用牛鞭等动物生质器官可以起到轻微的辅助作用 但是真正要治疗呢 都是要靠医生诊断 至于精子质量正常的男性 医生都说了 不要多吃牛鞭 因为可能会出现违症加重 甚至繁粗 避出血等的辅助作用 所以觉得自己肾功能比较好的男性 建议都是小吃一些 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牛鞭有壮阳功效 其实大部分都是心理作用 调查到现在 骨头脑货汤不可以补串 吃牛鞭又不可以壮阳 妈妈教给我的这些传统观念 一一都被证实是个知识误区 喝红糖水可以缓解痛经 应该是真的了吧 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试过 在痛经的时候喝红糖水 确实是有效的 而且我也有了解过 痛经是因为你宫寒 又或者你子宫内有瘀血的结块 所以才会引起你痛经 而红糖水是可以缓解你的症状的 这些应该是真的了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是不是大部分的女性都经历过经痛呢 而红糖水又会不会是她们的救星呢 有啊 有 那是一种变成疼的吗 我觉得是好像被人连着的腋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 痛得很想撞墙 就是那种隐隐作痛 真的很胀 很肥 很不舒服 反正就觉得整个人 在下半身都很累 就很痛啊 就吃过痛得很累 十个女人八个经痛 有人觉得好像被针吉一样 有人说又好像被人连一样 有人说甚至痛到想一头撞云都算了 在我们的随机调查当中 不同人的痛感和程度都不一样 但个个普遍都认为 痛经是由于肱穴以及子宫内有血化造成的 那假如红糖水可以活血化穴 并且令身体温暖 那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惊痛的困扰呢 我可以 你试过 是因为我试过觉得有限 就是每次都是喝 每次都要喝 喝了一会儿 然后很热的红糖水 喝下去出汗 大概半个小时就喝了 他就开始缓解了 我还没用 可能有人没试过 我不知道 我朋友有试过喝 他那时候痛得很厉害 但他觉得非常有用 他知道都痛 然后他中午喝了之后 他哭就会舒服得多 通常我痛的话 我平常都是有一段时间是每天喝 然后之后两三个月都没痛 看来大部分经痛的女性朋友 都曾经被红糖水拯救过 而专家告诉我们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的 我们知道人体的能量有70% 是来自于糖 而这些糖在身体里面 就会转化成结量 可以补充我们日常所消耗的体能 喝了糖水之后 为什么生活会软粒粒呢 就是因为糖会产生结量 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哪些常见的糖 就有三种 我手上就拿了它们 白糖、红糖和冰糖 究竟哪一种糖的营养成分 会是最高的呢 那红糖到底是不是惊奇当中 女士最适合饮用的 其他的糖 又可不可以代替它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一件分晓了 在这么多种产生热量的糖里面 葡萄糖是最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也是最快可以释放出热量的 要知道红糖是不是各种糖里面 最擅长补充能量 缓解精通 那就要检测一下 红糖的葡萄糖成分 是不是最高的了 经过了实验和计算 我身边的老师已经得出了三种糖的葡萄糖含量 马上去问一问他 老师三种糖分别是多少的葡萄糖含量呢 是这样的 红糖里面含有葡萄糖为5.80克每100克 白糖是0.69克每100克 冰糖是0.46克每100克 从结果上面看 这些数字都几乎相差有10倍之多 最高的葡萄糖含量就是红糖 其次的就是白糖 最后就是冰糖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 红糖确实所含的热量较高 由此推理 红糖水可以起到缺化瘀 缓带精通的作用 那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痛精也多种多样 这样就不是所有痛精 都是喝红糖水能够缓解的 回顾我们的街头访问 会发现 这些女生虽然都是痛精 但是痛的程度和痛的感觉都不同 专家告诉我们 那不是因为痛精的原因 都是分几种的 并不是所有的痛精 都是因为公寒 或者是子宫结血块 那到底哪一种情况 才是适合喝红糖水缓解的呢 痛精的临床上 痛精都有很多种的 一般来说就是 有些痛精 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气质性的痛精 比如好像我们经常说的 阿克力狼肿 子宫摩耳胃 这种痛精 这些是属性的 这些是平常上比较常见的 而且痛的也比较明显的 这些人的可能都弱物了 其他效果都不一定感到 但是有些痛精 比如说青春期 其他那些痛精 或者是体质比较虚弱 这些人的痛精 这个时候来月经的时候 可能是子宫的那些 那些细胞的供应比较差一些 或者它的能量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喝红糖水 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 补充我们的能量 补充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属于冷宫这些状态的 这些痛精 可能喝红糖水 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喝红糖水最主要是因为 因为要吸收糖本身的热量 针对体质够弱 营养不良的人群 红糖带来的能量 可以帮助缓解经痛 但是这些人群 未必吃红糖才有用 哪怕只喝普通的白糖水 或者组合变成一两份硬糖 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但如果本身患有苦科病 例如止经内膜疑胃症 红糖炎等等 因为疾病造成的 精血排出不畅 进而引起的痛精 红糖水不可能产生任何的疗效 必须在药物或治疗方式的干预下 去治愈疾病 才可以真正摆住痛精 看来不单只是红糖 只要是葡萄糖 都可以治疗部分类型的痛精 看来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食疗食部 都不是太准确的 通过今期的调查 亦都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你病了 就要立即去看医生 食疗最多只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 大家一定要谈记 千万不要担忧自己的病情 好了 现在时间都差不多 今天是大年初八 水恩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